爱心要从小培养 马来西亚新山慈激幼儿园五岁班的小朋友 在老师的带领下 单房乐心洗肾中心 为圣友们送爱 同时也学习照顾自己的健康 出发前 孩子们亲手制作祝福卡 要把满满的爱心送给洗肾的叔叔阿姨 肾脏跟玻璃器是一模一样的功能 就是玻璃我们所吃的东西 探访洗肾病患之前 孩子们先认识自己的肾脏 借此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在教育跟预防方面 一定要做到 让小朋友能够从小就对这些健康教育 健康这方面的知识能够掌握得更好 把这些肾脏病患者的病例降到最低 叔叔阿姨们洗肾的辛苦 孩子们看在眼里 苦在心里 他们怎样洗肾的 用机器 那个机器是中的 帮他们洗血 为什么他们要洗血 身坏了 他们洗肾的时候要找来 这里 然后他们辛苦辛苦 辛苦 现在你要怎样照顾好自己 得健康 多多岁 回到课堂 透过画笔 画出叔叔阿姨们洗肾的无奈 孩子们也因此更懂得珍惜自己的健康 不给他吃水 为什么不给他吃水呢 因为他吃太甜了 虽然无法减轻叔叔阿姨身体上的疼痛 但孩子们真诚的祝福 还是为圣友们带来了一丝丝的暖意 大爱新闻 曾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道 我说的是 金字tit幣 还说道 Cambod 或稳息 你还要来